男子把計程車車門打開 但他不是要搭乘 而是不斷對後座乘客叫囂 手上甚至還拿著一把長長的開箱刀 一度做事要衝進去看人 讓一旁騎車經過的民眾 嚇得趕緊加速離去 不過這時候男子的朋友也下車 一同圍住計程車場面 看起來相當火爆 13號晚上有網友 在台北林村北路雙城街三巷路口 發現有民眾疑似發生行車糾紛 其中開Mastar的三名男子 以下車就拿著刀 對著小黃乘客閒時問罪 衝突持續了將近一分鐘 所信到說的兩名男子 隨後就快步返回車上了 開車離去 沒有釀成更大的衝突